你怎么能做到你前手的这个突然的松懈啊 怎么能够那个保证不动啊 你这个 所以说让它在动作那样激发啊 不能动作激发 我瞄好了 瞄好了 你松手 那你这手稳不住怎么办啊 这突然的这个泄力 这对前方手都是这个有影响的 所以要动作激发 这个 看看啊 这个大家瞄看目标的时候啊 说我想 先瞄一瞄啊 在这个姿势多停留下 可以啊 这个高度在嘴的位置啊 停留下可以 但不是说这个 这个通过这个公环的什么位置去看目标啊 没有这么去做 你这个做呢 还是做一个深入一个判断啊 对目标啊 这个判断 往下手上呢 通过你的大胜练习掌握的一种感觉啊 咱们打过去啊 还有这个 在这个 稍微近点距离啊 正打说这个 比较快的激发 也可以练练啊 这块激发呢 刚开始呢 可以这个后手呢 在后拉的时候呢 不用那么太夸张啊 后手打到这以后 主要用前手那么去打 这样打得比较快一些 但后手呢 不后拉 但是这个松弹的时机呢 要注意一点啊 不能过到松弹啊 过到松弹以后 打出力量 可以这么打 可以这么打 打快一点 就可以 等熟悉了啊 熟练了 就随手打出去啦 所以我先推这个后拉啊 大家注意这个阵打啊 最后这个发力的时候呢 前手要非常大的用力啊 突然的一种阵力吧 往前突然的猛那么一摆啊 突然的猛那么一摆 后手配合 拉好啊 正打呢 基本情况呢 就这些啊 大家这个练习的过程中呢 就是 注意呢 就是第一位的 还是要这个打出力度啊 打出力度 力度是主要的 刚开始打不准 这都是很正常的 说偏左多 偏右多啊 这都无所谓的啊 这个 弹弓这个东西呢 没有什么窍门啊 它不是枪 不是这个秒秒打哪 它的 准不准 全来与你双手的 前后手的一个配合 你的这个 经过多次练习以后 前后手配合呢 一个是能打出力度 再一个能打出稳定弹道 这稳定弹道就说呢 呃 我想打这 打的打这个位标啊 目标 多偏左了 我能够控制到 说偏左10公分 我再向右打10公分 我能够控制到这10公分 那你就有这种控制能力 你有这种控制能力的时候 打这个 目标准准的就不容易 不难了啊 呃 一般来讲 就是 如果控制的好 呃 左右问题不是很大啊 这个 我刚刚说了 如果左右偏差比较大呢 就身体稍微再测一点啊 这样说 偏差老得比较大 那我身体稍微再打测一点啊 打测一点 打测一点啊 这样打 呃 左右偏差很小 就是不太容易掌握的 就是高低啊 这个第一发打低了 那这第二发呢 你就打高一点啊 啊 好 正打呢 我介绍到这里 好 大家再见